OK 可以開始 麻煩你 好 比賽開始 評判工作各位大家好 辯題中專制和民主意識的分別 製作於政權組成的一方法 實際上無論是哪一種政府 政權者都會為了維持自己的執政權力 而盡力對抗疫情 由於專制政府產生辦法單一 長期有同一政權執政 政府施政會不會著眼於國家整體利益及穩定 只要解決到疫情不會民不聊生 它的政權就會穩定 所以就會用盡一切方式全力抗疫 反觀 民主政府透過選舉產生所重視的 不單是維持國家穩定 更不能夠得失選民 並想無論抗疫政策的倡議有多好 只要有機會引來民眾反響 政府就會有所顧慮 根據港大傳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合作中心所指 對抗疫情的關鍵 主要能夠歸留為兩個面向 一 加強病毒檢測 盡快找出源頭 及二 病例隔離措施 實施封鎖政策 故此 今天衡量變態的準則 就是在於面對疫情的時候 專制或民主政府 能夠更快找出病毒的源頭 切斷傳播鏈 令該國重回正軌 如果公民地審視變態 我就必須明白到 無論是專制或是民主政府 尤其優劣之分 加上不同地方的人口 居住密度等因素 會直接影響感染數字 故此 我們要問的是 當站在同一時空 同一背景 政府和人民的智慧相約的前提下 絕因制和民主何者更具優勢 而不能夠盲舉例子 錯誤歸因 我方正立變態 原因有二 第一 維穩工具 有助追蹤 追蹤疫情往往都會牽涉人民的私隱 不論是基因資料庫 也會是智能識別系統 這些工具往往都會找出疫情源頭的關鍵 由於專制政府有著既有的維穩工具 加上人民疫情關受到監控 故此 專制政府能夠在面對疫情的時候 第一時間實施 嚴格監控及追蹤 迅速地找出疫情源頭 正例如中國在面對新股份的時候 1月爆發疫情 2月就立即推出了強制人民安裝健康碼程式的政策 強制收集人民的個人資訊 包括健康狀況 旅遊市 居住地 醫療紀錄等 成功導致第二波疫情大規模 包括反觀民主國家 人民大多強調個人私隱及自由 英國政府一向不能強迫市民透露個人行蹤 英國政府的研究報告中指出 推出強制追蹤新冠肺炎的程式 能夠對抗疫起到關鍵的作用 但因為這類型的程式會違反稅告 數據保護條例等私隱保障法 不能夠強迫民眾安裝 最終導致社區出現大量隱症病患及傳播鏈 令疫情一法不可收拾 第二強硬措施 斷絕感染 並對著具有高度傳染症的疫情中斷傳播鏈 防止患者將病毒持續散播 就是防疫的關鍵 正如上述所言 由於專制政府只著眼於抗疫維穩 而無需再以人民反響 故此 往往都能夠以強硬的手段來控制疫情 就例如中國在面對新冠肺炎的初期 就要求農民公於10日內落成火神山醫院 以少數人的風險 換出大多層的福祉 更以小區管理等制限制自由的極端方式 導致疫症的蔓延 反觀由於民主國家推崇民主自由 而且民選政府必須重視民意 或就會倒台 故此往往不願意推出一些有利抗疫 但會打壓人權的政策 就例如美國面對新公平的時候 因為人民認為口罩令屬於一種政治操控 政府一直不敢下令市民強制戴上口罩 去到近日疫情全不崇的時候 才後知後果 跟亡論推出其他具侵耀性 然而有效的防疫政策 可見在控制疫情蔓延方面 由於專制國家能夠實施強硬政策 不受民意約束 故此更具彈性及優勢 作為掌問有方 當大家都很同意人命是重要的時候 要解決疫情 都是快、很、準、比較重要 還是講求人權自由更為重要呢 各位 請方送的時間為3分57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求分 你一下有請反方處別 你同樣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 請先向我示意 不好意思,我可否給多一點時間 我會有一點技術問題 現在可以了 好,準備請向我示意 可以了 主席、評判、卓卓各位 大家好 專制及民主意指 政權總裏透過選舉制度 民權保障 追求全民決策的就是民主社會 相反權力集中 較少制衡的就是專制社會 而疫情根據世衛定義 是指一段時間內影響廣泛 而且感染人數不斷上升的傳染病 因此除了今天有方同學所講的新冠肺炎之外 還包括仍然蔓延的愛知病 以及過去的沙士等等 而更有優勢是指更有能力減低疫情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 因此除了控制病毒擴散之外 長遠支援亦屬討論範圍之內 因此討論辯題 我們需要審視國國抗疫的經驗 判斷政權種類會否導致一個國家 更有能力減低疫情的影響 而我方認為專制國家有以下兩大問題 第一,資訊不透明 滿報釀成災難 今年三月聯合國 發表聲明指出各國面對疫情的時候 必須要確保資訊流通 然而專制國家素來打壓新聞自由 面對疫情時亦重視政權穩定 地方政績多於 防控工作 結果屢次出現瞞報事件 例如今年疫情原爆點武漢 李文亮和七名前線的醫生想揭發疫情 但被指造謠 之後一月出現醫護爆發 但政府三次強調未有人傳人的證據 更加連續六天宣稱零確診 去到武漢封城前兩天 港大教授管日視察武漢 發現戴口罩的民眾 十個都沒有一個 結果 武漢疫情大爆發 甚至蔓延全國 再看看九十年代的河南 外資血和 當年地方官員大力推動賣血產業 官員親屬也有從事血液交易 之後外資傳入 醫生記者發現血液受外資污染 痛痛到被打壓 例如血腐的 主管黃淑平醫生 檢測到外資病例 之後上報衛生廳 結果被開除公職 也被迫遲往美國 政府的隱瞞 令到疫情變成血窩 根據法國解放部的推測 單在河南就已經有150萬名確診者 相反 在民主的國家 有新聞媒體接受市民爆料 追查案例 更能夠預防緩報 而且民主政府要向人民問責 有助培養公開透明的文化 例如台灣早在今年一月和民間合作 推出官方LINE帳號 疾控家 提供每日個案資訊 口罩地圖和防疫知識 一星期已經超過百萬訂閱 令台灣人民進入抗疫狀態 可見資訊透明 令民主比專制更能避免 門告災難 提升市民抗疫意識 第二 公民社會積弱難以反映訴求 公民社會 凡指參與公共事務的非政府組織 例如資源團體 病人權益關注組等等 民主社會重視結社和言論自由 擁有更加完善的公民社會 為公民負權 監督施政 這種特質對緩解疫情長遠影響極其重要 例如面對愛知病 非政府組織就能夠代表愛知病患引起公眾關注 傳遞正確的信息 甚至改變政府的施政 現時廣為人知的全球性關注愛知組織 例如全球基金 聯合國愛知病規劃署等 都是源自民主國家 相反 專制國家就被批評或者改革聲音 例如中國前面實施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 截斷海外資金 香港愛知平權人士張錦鴻的組織 採紅中國 亦因此被迫解散 個人要弱大減 愛知平權的運動亦都蒙以為繼 除此之外 民主選舉亦都有助吸納公民訴求 南丹麥大學研究了130個國家 發現民主國家的愛知病治聯覆蓋率 高出專制12至25個百分比 因為選舉和比例代表制有效吸納少數人的聲音 為政權提供誘因照顧外資病患 由此可見 民主社會更加有效 避免外資病患被邊緣化 亦因而證明 民主社會在面對長期疫情上 更有優勢 總括而言 專制社會在防疫和長期照顧兩方面都做得較差 因此跟入電題理應不成立 多謝各位 下方準備想的時間為4分03秒 沒有過時沒有需要扣分 接下來了 有請政方第一負面曾培生教練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先向我示意 試咪試咪試咪 聽到 可以開始了 請問各位大家好 聽說楊康樂開範的發言 第一點就是楊康樂無限放大了變態討論的範圍 變態和大家討論的東西是甚麼呢 面對疫情的時候 到底是專制還是民主根據優勢 楊康樂和我方說甚麼呢 不是面對疫情 是面對這個世界不同的疾病 這個世界不同的病毒的時候 到底長遠來說 專制還是民主哪個好 問題就是在於 當楊康樂你今天跟我說 例如愛滋病 當然曾經大爆發 這個我方同意 在大爆發的時候 屬於疫情我方都同意 但時至今日 到底起碼 例如在香港 或者在於一些發大的西方國家來講 愛滋病仍然是一個疫情呢 愛滋病仍然是你所說的大規模爆發 疫情雙方都同意的定義呢 楊康樂從來沒有解釋 所以用例上楊康樂是錯的 第二 今天楊康樂和我方說 其實民主為甚麼好的專制 源於兩個論點 第一 因為專制國家資訊不透明 會有瞞報的情況 第一次這樣說 瞞報是不是 只有專制國家獨有的一個問題 原來我們看到 說回現時面對的新冠肺炎 原來 美國在2月的時候 同樣 特朗普都曾經瞞報 他曾經跟 疾病火中心說 投訴甚麼 就說 你千萬不要做那麼多警告給民眾 為甚麼 因為越多的警告 就會 推倒股市 所以為著經濟的發展 我們不能夠跟市民通報資訊 我想問有可能 你說的門報原來民眾國家同樣會出現的時候 為甚麼會是專制國家獨有的閉儲 有可能你沒有解釋過 所以說到底 今天你之所以跟我說 資訊透明 或者新聞自由為甚麼那麼好 因為透過資訊透明 你就期望民眾 就會自己知道疫情有嚴重之後 就會去做很多防疫的意識 有很多防疫的工作 但事實又是否這樣 例如我們看到很多西方國家 歐盟的國家 美國的國家 知道疾病嚴重 你所說的 在後期的資訊流通 做到了 防疫數字給你 問題正在於 原來結果是甚麼 由於民主國家重視 人權和個人的自由 他跟我說 戴口罩強制戴口罩是甚麼 是一個政治的命令 是一個 政治的審查 所以他跟大家說 我不要政府行這些 強制防疫的措施 我知道有效 但不要行的時候 民眾知道的資訊 對抗疫的幫助在哪裏 反觀原來今天 專制的國家 不能夠告訴市民 不到你選擇 做還是不做 只要對國家防疫有利 維護到整體國家穩定和利益 有可能你反對不到 專制國家都是想疫情 盡快受控 維護國家安全的時候 我想問有可能 為甚麼專制國家 不是根據確定性 現在重要 你第二個論點 跟我說 會有公民社會 影響了訴求 但是我當然不理解 當你說公民社會 正正比專制社會不同 只是說保障少數人的聲音 能夠帶入議會的時候 當你所說愛知病的例子 成為了小數 我想問疫情去了哪裏 為甚麼會是符合 辯題所討論的範圍 你沒有解釋過 現在重要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跟我說 要透過公民社會人民說 你要處理疫情 政府才會處理疫情的時候 似乎你太天真了 如果今天我們見到 專制國家 雖然不需要面對選民 不需要面對民間 但同時都要面對著 政權的穩定 和國家的穩定的時候 所以有分量 重觀歷史 原來當國家出現疫情 民不療修 政權就會倒台的時候 為甚麼專制國家 不會有任何的動機 去控制疫情呢 劉沛恩樂詳細回答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數的事 我們3分14秒 沒有過時 沒有需要扣分 接獲來的有請是 反方一副 對不起 剛才是政方一副 反方一副 吳飛怡同學 你同樣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好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就跟我們說 對呀 愛知是計大 今天應該議題 應該包括疫情 但是其實愛知的時候 當時也有多嚴重 但是我們今天 不應該看 是不是真正來提的是 有風同學 因為我們應該 解釋到 當然是專制比民主 更加優勢 還是民主比專制更加優勢 疫情的表現 因為大家的疫情表現 以後有很多因素會影響 我們應該是眾觀 多次 你會不會有辦法可以 因為其實我都聽得很辛苦 不知道雙方聽得清不清楚 因為你那邊說得很適合 你那邊說得很適合 會不會有辦法可以有第二個 很適合 可以叫做網絡 是的 陳景奧老師都說很適合 是的 陳景奧老師都說很適合 好 玩樂 五個字 比 allied去 lig色 那各位收站 我覺得可能你 我覺得你現在關了那個攝影機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關了攝影機都未相不可的 好過我聽不到你說話 當然最理想是星華都有 我想問一下如果現在再次 再次看能不能先 好啊好啊 那 好啊 準備好像 如果真的不行我就再想想方法 好啊好啊 準備向我示意 OK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最後一位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就跟我們說 這次其實不應該討論外資 是承認是疫情 但不應該討論 今天有方同學 似乎是來了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應該要 綜觀每個國家多次 面對疫情的時候的表現 來去討論 而不是討論單一 今次疫情的表現 因為今次疫情的表現 是有很多因素影響著 而不只是政治體制 第二 今天我們應該討論之前 疫情中觀的表現 才可以知道哪個政治體制 更有優勢 第二 今天有方同學 又跟我們說 其實不只是專制國家 是隱瞞 因為美國也有隱瞞 但是有方同學 你想想 今天如果美國真的有隱瞞的話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 和原始的傳媒系統 它根本就沒有機會隱瞞 因為它馬上會被批評 看看現在美國 它就是所有的資訊都公開和透明 而專制國家就不一樣 就是因為 專制國家就是因為 他們沒有這個系統 而沒有人去監獄 他們就一直犯下大錯 還有這 今天有方同學 就跟我們說 今天民主國家 就做不到健康碼 就信職很多 是的 今天有方同學 想問一下健康碼 追蹤了幾個人 可以做到哪一步 你是不是可以連他們乘搭哪一架巴士 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知道 今天有方同學 又有幾個隱瞞 可能因為跟他們 一起乘搭同一架巴士就感染了嗎 大部分受感染人 都是緊密接觸者 就是那些 跟他們一起吃飯 是他們的同事 是他們的朋友 是他們的家人 這些東西 是不是一個連自己當事人 都會說不出的資訊呢 今天香港和台灣都沒有健康碼 為什麼他們早前都可以 成功避免社區爆發呢 今天健康碼做了多少事情呢 第三 今天有方同學又跟我們說 因為民主國家就是要 顧著選民 所以就不可以這樣 因為或者自身的利益才會這樣 但是有方同學 今天是不是 專制國家就不會犯錯 例如90年代的河南血和 就是因為官員或者自身利益 才會隱瞞真相 才會誤報出來 才會釀成上百萬人感染外資 公民社會就是繁殖公共事務的非政府組織 例如支援團體、病人權、關注組等 民主國家向來擁有完善的公民社會和傳媒系統 為公民負權、監督施政 而面對疫情爆發的時候 公民社會明顯更加重要 舉例而言 當英國政府在3月提出群體免疫的時候 不同專業團體、醫務組織、群起而攻 最終就迫使英國政府改變方針 但是相反 俄羅斯就自疫情一開始 都沒有交代過抗疫方針 民眾的意願都無法影響政府的施政 直到7月17日 莫斯科市長就突然宣佈說 其實已經有60%的市民 已經獲得困體免疫了 而市民對政府實行的政策 居然是毫不知識 確保有限的傳媒監督 加上公民社會拒導被封鎖 非政府組織被打壓陣因素 其實市民都是老不敢言 謝謝 反方一副桑是3分11秒 沒有過時沒有需要扣分 接下來有請正方第二副辯 各位聽得清楚嗎 清楚 OK 準備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開始了 好 主題評判,各位大家好 首先釐清疫情的定義 今天有方說只要有病毒和疾病 全部都歸類為疫情 但問題來的定義都說 是要大規模爆發 所以時間線一定要鎖在 當疫情無法掌控 大規模爆發突然出現的時候 今天你說的外資病 我方常都存在 等同於伊波拉 其實一直都在非洲 存在了很長的時間 只是在數年前 在美國才爆發 難道美國一直以來 都是受伊波拉的威脅呢 所以最後我們應該要鎖定 就是當疫情流入了國家 而大家未清楚的情況下 民主還是專制好些 其實簡單而言 今天有方的邏輯 就是我們應該要相信每一個市民 相信民主底下 每一個當權者都是好人 但為什麼呢 民主和專制唯一的分別 就是當犯錯了 而被揭發了 下一次的投票 可以投走你 但是不代表他們不會隱瞞 如有方一副所說 其實特朗普為了自己的選情 都會有所隱瞞 到真的爆發了 那你就頂多下次選舉投走他 但是是不是真的解決到疫情的問題呢 利益輸送那方面 其實民主國家都有很多 例如Rick Bright 一位防控中心的其中一位主任 他揭發了特朗普政府 原來跟藥廠 可能跟特朗普的女婿有關 所以他就決定說 不如取消了合約 因為那個藥物的副作用都不清不楚 但誰知道就被白宮炒了 所以最後發現 我方不是說要幫專制投資抹粉 但是民主國家的領袖 都同樣有很多問題 而唯一我們可以解決到的 就是事後投走他 那事問對於病情有什麼影響呢 所以最後呢 真正的合理平台 比較平台 應該是底下爆發了 如果沒有人隱瞞的時候 專制定民主會好一點 我方主兵都說了 專制是一個執政黨 為了全國大部分的生命安全和穩定負責 如果不負責的話 中國過去三千年歷史告訴大家 有機會導致民不聊生 農民起義等等的機會 相反民主國家就不同了 他們是一個政府裏面有不同的執政黨 各個為不同的特定群體利益出發 所以當疫情殺到的時候 他未必就想全國的所有利益 反而就是想著自己部分人的利益 例如特朗普 他在3月13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但居然要搞三個星期之後 才動用國防生產法新製造物資 原因是想保住自己商界的利益 那期間各國的各州的政府怎麼算好呢 原來就是自己靠自己 每個州為了自己選民的利益 就不斷地在競投醫療物資 令到呼吸機和口罩不是按需分配 而是哪個州有錢哪個州就買 跟中國有一種針對資源 把所有資源放在武漢及時阻止 完全不同 所以我可以看到的就是原來民主國家 他們往往為了選舉可以很黑暗 都做得出 為了選舉可能會擔誤黃金的救治時機 相反專責國家可能會覺得 踐踏人權、踐踏自由 可能要用不同的監控措施 去確保市民的質素 但正正減少了一些不聽話 或者沒有任何衛生意識的市民 他們反抗的機會 所以我想問有方 除了台灣和香港這麼自律的例子 還有什麼例子是成功的民主國家呢 多謝各位 有請反方第二負面 3分14秒 剛才是3分14秒 沒有過時沒有需求分 忘記了unmue 反方第二負面 你同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請先和我示意 4米 4米 好 清楚可以開始了 好 主席評判有分和我再做個位 大家好 首先今天要澄清 外資絕對是屬於疫情 誰說的呢? 世衛說的 今天是不是疫情呢? 今天還是疫情 誰說的呢? 都是世衛說的 因為直到今天 全球而言外資的人數 也都不停地上升 其實就算不是今天也好 變態根本就沒有時間性 不論是外資 還是過去的SARS 還是再之前的西班牙大流 其實全部都是今天 變態的討論範圍之內 所以今天有分同學 外資完全拼不到 就索性拘捕他 不是變態的一部分 這個完全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首先澄清一點 有分同學 認為專制 就必然會以國家的整體利益為中 接著民主 就必然會為了取悅選民 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 於是就犧牲國家的整體利益 其實按照有分同學 這個這麼奇怪的邏輯的話 有分同學可以直接論證 專制是全世界最好 最完美的政治體制 為什麼一個專制政府 都會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 而著想 是不是事實呢 很顯然 不是 今天我方隨便舉一些例子 例如伊朗 已經有2300萬人感染了 政府根本就不做事 這是不是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 整體利益著想呢 其實今天有方和我 有一個潛台詞 一直都沒有說 但是潛台詞是什麼 就是有方和我認為 今天專制國家的數據上面 普遍都確診人數比較少 但是其實我方已經舉了很多例子 今天包括台灣 其實都是做得好的 民主政體的例子 而伊朗 俄羅斯 白俄羅斯 土庫曼斯坦 等等 全部都是一些表現很差的專制國家的例子 而這個 為什麼今天有方和我講到 好像西方部分國家 特別是美國 它的例子 它做得比較差 它數據上做得比較差呢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美國人過去幾十年 這麼多次疫情 其實都沒有戴口罩的意願 而今天東亞國家經歷過沙士 再加上本身就有戴口罩的意願 還有大量生產口罩的能力的時候 可見今天有方和我 不能夠單單純用這個直接具比較 而應該看回 今天究竟有了專制 而沒有了專制 究竟是有什麼實質上的影響呢 有方和我的句子 就是說確定性 專制國家有更強的確定性 和動員能力 這個是不是事實呢 民主國家今天是不是真的沒有做到呢 我們看到台灣真用全國口罩 美國徵用一千萬個N95口罩 加拿大紐約徵用酒店做臨時醫院 美國人35天之內 起了一萬五千七百個床位 當然沒錯 武漢起得到 美國都起得到 做這方面的時候 其實專制是否真的 好像有方當國所說 專制才做到 民主完全做不到呢 其實不是 民主所做不到的是什麼 是一些不合理的政策 什麼才是不合理的政策 當看信說要實行群體免疫的時候 立刻被全國輿論所評擊 於是他立刻 第二天就撤回了 這個就正正是 今天我們民主的政治體制 其實是可以糾正政府的錯誤 確保政府的防疫 應該以人民為重 而不是出現一些隱瞞的情況 有方跟我又提出隱瞞的例子 說民主都可以隱瞞 我想請問今天特朗普 有沒有連續日日說 新增零終病例呢 很顯然不是的 所以今天辯提理應不成立 多謝各位 謝謝 陳方第二庫面 算是在三分零九 秒 我沒有過事 沒有需要求婚 接下來是進rose質詢的時間 質詢方��淑一分鐘 在發言貼晚的時間 Genevasion Wildlife powers 45秒會有一丁作提示 30秒之內必須派出質詢的代表 或者是答辯的代表 如果在發言民事質詢時間結束前 都沒有任何質詢的話 該題是會被視為零分的 另外也要提醒教練 最多只要在質詢和答辯各一次的發言 否則第二題是會視為零分的 如果沒有問題就有請政方第一次質詢 有1分鐘的發言 不好意思想問一問 剛才人不清楚有沒有準備時間? 沒有 沒有準備時間 1分鐘就是答 質詢完之後就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給答別 好 是的 OK 沒問題就請政方第一次質詢 是 我可以的了 是 好 評判長 你還有各位 大家好 好 其實今天雙方都同意 民主也好 專制也好 政府的首要目標都是希望控制疫情 但是民主國家有方跟我說的唯一利處 其實說到尾就是透明度較高 人民會早些知道疫情 但知是不代表人民會執行和遵從一些防疫措施 美國你經常說的例子就是這樣 政府也要歉於人民的不情願 而遲遲不肯下一些強硬的措施 例如戴口罩 例如停工停士等等 但專制政權基於同樣的目標 它就可以即時迅速地推行一些實質有效的措施 例如起火神山醫院 例如可以即時做一些封城令 甚至乎是禁足令 令到疫情可以迅速有效地控制 所以我想問有方同學 面對不論任何疫情都好 到底即時有效推行到一些實質有效的措施重要一些 還是人民有知情權不過不一定遵從 而政府反而要受制於人民的不情願 而遲遲不推行措施好一些 是執行政策重要一些 還是知情重要一些 好 請發言 反方現在有一分鐘時間是作準備的 我硬一點可以問 不得還買中國人的韓七車 什麼 不得還買中國人的行情詞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代表答辯 第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請先我的事意 可以開始 大家好,有人問專制國家做得好一點 是因為它可以推出較強硬的措施 而且推出強硬措施之後是更為有效 但其實這兩點都錯,先講有效性的話 其實牛津大學今年5月和6月都發表了一個研究 兩個不同的研究都指出在民主國家上 守禁足令這件事其實是受得更加之好 例如6月的研究就指出它用Google的數據 是看到一些人的移動,換言之它的守法是少35個百分比 因此民主地方的禁足令其實是更加之有效 因為有效性還在講究竟執法力度和公民社會的守法意識 不是單講你可不可以推到那個政策 第二就是在推不推到政策上面,這個是權力的問題 而民主國家一樣有運用緊急權力的情況 因此你現在聽到很多民主國家 一樣可以行禁足令或者封城令 甚至有些精用酒店 甚至精用去農地等等的情況 其實在日本、法國等等都有出現到 因此太強硬措施上面 而你作為一樣做到,多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作出第一次的質詢 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向我示意 不好意思 是 剛剛答應的時候,反方說了Google 這個,它應該是有中文,不是 Google 又是Google Google 所以它應該不是一個專有的名詞 好,按照蔡規這件事交給評判決定的 本會也提醒一下看錄影的評判 如果認為這個是屬於違規 就可以扣1至5分自己去決定了 謝謝政方的同學提出這件事 所以現在就請反方的代表 就派出邊緣作出質詢 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向我示意 準備好 好,可以開始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專制是因為一個長期的政權 所以會更加考慮市民的利益 但我方不敢認爲 因爲我們見到在河南血禍的時候 當初爲什麽會衍生是因爲地方官員 想超額去達獻血的標準 而大力宣傳叫市民去捐血 就是因爲他們不斷地去宣稱說 你不捐血就是不愛國 而引起大量的市民最後去獻血 最後引誠河南血禍 爲什麽專制是會更加考慮市民的利益呢 好,一分鐘發言時間是給政方預備 謝謝大家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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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了 請正方派出代表答辯 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轉帽請先向我示意 好 開始 最後一個 回頭你不要誣我方 但今天更重要的是 原來他不知道有外肌病 所以才去捐他 才知道有外肌病的時候 所以有方說你不要誣我 如果民主國家有很多罪疾 如果他出了罪疾 那不是代表會促進了疫情的感染嗎 更重要的是我方從來都沒有承認過 專制的確診人數會較少 所以有方說你不要誣我 先說回外肌病的問題 有方在主題上說到當時是一個疫情 但我方不是沒有承認到這個疫情 而是我們要討論是當時大爆發的時候 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做得更好 但現在是時至今日 當然當然有其他人會有外肌病 但不是大爆發 更重要的是 有方不要誣我 其實我方在說 有批評不是代表沒有隱瞞 所以其實我們要看的是 要看當時大爆發的時候 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 會不會做得更好 會更快切斷傳播鏈 然後有請政方第二題作出質詢 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向我示意 準備好 政方同學 好 可以開始了 那個不是政方 我搞錯了 我搞錯了 那政方的同學 政方的代表是質詢 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責 是 沒開始了 政方現在可以開始質詢 是 沒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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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有方和我講到愛知病 或世衛講到疫情 為何你當說愛知病會大爆發 但你第二個論點 又說一定要有一個原始的公民社會 才能夠帶到少數人的意見進去議會 到底少數人帶進去公民社會 還是愛知病是大爆發 其實今天很矛盾 所以請解釋常識的問題 多謝各位 好 現在有請反方 是有一分鐘時間做準備 INальные unnecessary 您 下這個 икс 就 沒有 竟然 breeze 你們 請 人 過 有點 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準備時間結束 以後請反方排出代表答辯 一分鐘反應時間 轉步請施行私醫 試咪試咪 可以開始 其實我們今天有 我方其實今天由標準已經和你說了 其實我們今天要看疫情 也包括長遠影響 因為一個國家要怎樣去面對疫情的時候 也包括他能否解決長遠帶來的影響 而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即使不在公民社會上有什麼優勢 但其實我們單看河南血和 1996年已經有記者指出有愛滋病 是河南血和的獻血者 血液入面有愛滋病 直到2001年官方才第一次 有正式公開說有河南血和的事件 想問究竟門報的事件 門報的事件 究竟有方同學可以怎樣解決呢 好 接下來是反方第二題的質詢 一分鐘排行時間總共向市議 我想問是可以問一次答一次也可以 是嗎 沒錯 教練問一次 或者同答一次 沒錯 好 準備好了 好 開始 各位大家好 想問一問關於討論範圍的問題 何方今天之所以會討論愛滋這個例子 其實就不是單說愛滋病是否疫情 因為愛滋病是疫情 愛滋病曾經大爆發 現在還是在爆發 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世衛是有說有定義的 但何方真正覺得要討論的原因 是因為面對疫情更有優勢 是不只是說阻止病毒擴散 是說應對疫情所帶來的影響 而換轉是愛滋病 這些長期病患的時候 它的長遠影響處理它的能力 一樣屬於更有優勢 因此我想問問有方同學的就是 一個社會處理長期病患 這些公民社會處理它的能力 屬不屬於更有優勢呢 好 現在是正方有一分鐘時間做準備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政方派出代表特边 一分钟发言时间,准备请思考我思义 是,听到吗? 听到 开始 各位大家好 友方和我今天就说 外肢病本身是一个疫情 不知道本身是否可以有任何的定义去界定 中更何方的是,是否只要多人感染 越多人感染的东西就叫做疫情呢? 是否有其他,例如流行性感冒 是否有时都可以有人感染就叫做疫情 而更重点的是,面对疫情是在爆发的那一刻 有方就说长期病患之后的配套如何协助康复 但这些是说事后如何协助修复国家 是否代表处理那一刻够不够迅速呢? 如果那一刻不够迅速,越来越多人感染 你之后有多好的重建 你之后有多好的康复计划 你之后有多好的康复计划 是否又真的做得到呢? 所以最核心的位置是 友方的意念就是将权交给人民 人民有知识之后就会做得对的决定 但试问,今天我们政反双方都是辩论员 都是有独立思考,都争辩了这么久 在疫情这么危急关头的话 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 美国这么民主,这么有教育的国家 都可以就着口仔细讨论了一个多两个月 期间过半时间 有你呢? 质询环节结束 现在会进入劫变两分钟的准备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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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时间结束 按照发言次序有请反方的欠便开始 有请反方的欠便 原来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向我示意 准备好 有很多的争论 究竟一个普通人面对一个这么大的辩论的时候 可以怎样判断呢 我个人就觉得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好像你问那些人 会想去哪里生活一样 究竟你会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究竟你觉得生活在一个专制国家 是令你安心一些 还是在民主国家的时候是会安心一些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它有效可以只是看到 令到你判断得出 理论上究竟哪一个制度 是可以令到你在抗疫的时候 有一个较为安全的情况 但今天有方同学 为什么会想活在专制的地方 原来是非常天真的 因为它在负面的时候 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 它叫我们不要相信民主的领导者 就一定是好人 暗瓦底的说话就是说 原来它是相信专制、独裁者 竟然是较大机会会是一个好人 但这件事首先和历史的共识是相违背 因为全历史人腐化 这个大家都知道 究竟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相信一个 完全没有制衡的独裁者 再说的是它觉得民主社会不好 原来是因为它说得到选举 而选举它觉得不是一个有效的制衡 因为它可能只是会考虑到 某一部分的选民利益 但是有选举它需要考虑选民利益 和完全没有选举它只需要 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一件事令它更加信服 再说我们相信民主社会 其实不是只是说相信选举 我们今天有强调公民社会和新民自由 因为我们知道在民主社会里面 重点是为民间富权 相信由下而上 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 去帮大家辟谣 提供抗力资讯 会有媒体去监察官方 也可以接受很多的爆料 又或者是追访各种的新闻 又或者是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文化 这些有没有和我们全场有没有回应过呢 再说它觉得专制 是有专制的 专制独裁者 是较可以相信 相信会是一个好人 原来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假设 就是觉得他们的利益会和人民一致 他们一定是好人 好像中国的主席一样 是会为全国的利益着想的 但是问题是 不是真的这么多这样的独裁者 也都官员不一定是这样的 例如河南血祸 为什么会出现呢 官员之后有接受访问的 因为说如果揭发了的话 就没有人来投资了 原来官员的亲属自己都有经营血站 利益和人民和抗疫的做法是完全相违背的时候 为什么你又可以在那里觉得安心呢 再说白俄罗斯的例子 原来世卫一直都叫他做很多的封城政策 但是他完全都不做 只是叫人民喝喝福特加就可以解决到这件事了 这个情况下没有公民社会 你又觉得能够处理到呢 所以相信独裁者 一定是相信民主社会上 我觉得一定是相信民主社会的制度 是可以较大机会产生到一个 在抗疫时做得好一点的情况 接着就是在防疫和 今天讨论免提的时候 我们会讲防疫抗疫和长远的处理 长远的处理在爱知方面 其实温雄基本上没有回应过 因为他都知道资料上面 民主社会对爱知病患的关怀 因着公民社会和选举制度 是做得远远比专制国家好 而防疫方面 究竟有没有跟鱼海定对呢 最多都是说民主社会都会门报 但他又看不到的就是 原来伊朗的例子 他可以是官方数字只有26万 但结果总统刚刚出来说2600万 原来俄罗斯 莫斯科他的官方数字是76万 但莫斯科就说 虽然我没有跟大家讲 但他事章出来就说 我们已经成功达成了群体免疫政策 那他人口是多少呢 只是莫斯科市已经1200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防疫抗疫的各个方面 有没有跟所谓的快和狠 和一些民主国家都做了强硬措施 究竟帮到多少 又能不能打过你心目中的利弊比较呢 多谢各位 好 反方戒辩的发言时间是4分14秒 我没有过时没有输得扣分 接下来有请正方的戒辩 等于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我先向我示意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是 听到 好 OK 主席 评判 卓卓 各位 大家好 其实上面来到比赛的尾声 其实双方都认同了 疫情是为之大规模爆发的疾病 但是今天有科和我犯了智商矛盾一点 就是他们一方面认为 疫情是不可控制的 在这个情况下 政府就会立刻去解决的 何来有科和你所说的第二个论点 就是说会有一些组织 把少数的声音带进去议会 以达至长远的效果 如果今天有科同学要说爱之命 不是不能说的 而是针对爱之命大爆发 不可控制 很多人都会感染在那个时间去说 而今天有科同学说了几十年之后 多一小数人有 那这一样还在讨论中 对于针对面对疫情的时候 还有优势的做法呢 而今天有科同学这个优势 说不过去的时候 就只剩下一个优势 就是说消息的透明度高 所以民主的国家 就等于他们会提高了防疫意识 做到更多更好的措施 但其实按照今天有科同学的逻辑 其实民主国家感染人数就会低一点 但原来今天看回情况就是 有科同学你都不否认的就是 原来民主的国家有很多的市民 都可以因为自己个人的自由 或者个人的利益 而选择去不戴口罩的 而你看回美国的 有20个州份 原来都是做不到强制戴口罩的禁令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市民他们有很大的很强烈的不满 而这个也是民主政府在推出政策的时候 必须面对阻力 而今天我们其实看到讨论梅 归回整个变形的时候 不是说政权好不好人 大家失望得开不开心 而是面对着疫情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 谁做得更加好 而今天有科同学没有否认 我一点就是专制政府是可以以监控的手段 去追溯病毒源头 控制疫情 就好像今天有科同学 原来都知道中国推出健康码 是覆盖了多少人的 原来说是在覆盖全国九成以上的人民 而且是去到搭什么交通 出入哪个地方都要仔细地记录 而今天看回原来你说 民主国家都有做到这样的政策 是不是呢? 首先他们的时效要比较长 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研发整个的程式 再推出 你拿到时效这么长 加上你今天说的疫情是信息慢变 加上我们病毒的传染力会较高的话 如果我们迟了几个月才推出 那对于控制整个疫情 就一可不可收拾 而会令到我们整个疫情是无效了 而今天我们再看回的就是 本身我们今天说的 专制国家是可以不理民意 去强硬推出一些防疫的政策 我们今天说的 如果不说今天的新冠肺炎 说回伊波拉的病毒 原来在共和国的时候 他就会以武力 或者警察去巡邏 和严厉去镇压一些违反了 疫情一些措施的人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他们推出的时候 不需要去考虑 否符合民意 而是可以即时推出 看看对于控制疫情有没有效 就可以推出了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 除了在整个政府施政的方面 也都是市民的控制 这个市民情绪方面 就是今天看到 不单止是控制了感染人数 而专制国家 也都可以控制到 人民心里面的恐惧 稳定到整个社会 今天看到的 在病毒传染的 那么高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都容易 给一些消息引致了恐慌 就像香港早期 爆发了这个肺炎的时候 其实不单止是抢防疫用品 紙巾 油米 鹽油 都要抢 而且有很大的部分 都会来自一些谣言影响 而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专制国家 他们一些有力的政策 来控制一个恐慌 就好像在中国 身处疫区的市民来看 我们都会看到他们说 不怕 相信政府 其实怎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 他们在他们的角度出发 政府会帮他们安排了 所有的措施 也都会分发了所有的资源 他们不需要去抢物资 而我们今天其实看到 面对着疫情 不仅是由政府方面来说 也都是由我们市民的程序出面来说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 各位 group 就收不到有评判在现场看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今天一场比赛就在结束 那评判就留待他们 他们是上学路径之后再评分 也都提一提就是 评判由于是反方的迟到 所以他们在总分上面 都会扣取10分 那不然大家在那个 总分附近可能会分开 那到时我赛会都会再客队 那比赛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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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卓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